《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 啤梨 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做我的動作好 好 回來 我們剛剛講的 輪迴故事 其實輪迴這件事是比冥婚更加神奇 你解不到的 經常都講過那幾個 例如西班牙出生為何會講蒙古話 西班牙出生在兩三歲的時候會講蒙古話 更加多 例如在美國出生 就說我前世是一個德國士兵師 然後甚至乎 原來他前世找回家姐還在 一百零幾歲 原來他前世在二十歲的時候打仗 被人一槍打 打爆了頭 那這裏有個疤痕 那那些呢 你解釋不了的 真的不太多解釋 不要講那麼多了 我們跟著Worker 一起 我們由青海開始 講快一點 因為有些over time 好 我們出相 這裏是哪裏的 這個是青海西陵的機場 因為通常青藏公路起點西陵 香港就多數要飛成都 然後再飛西陵 即是我們未必有直飛去西陵 現在可能有 但我沒有查過 因為我以前的年代是沒有香港直飛西陵 那如果我們真的足夠時間 足夠時間 我們飛成都玩兩天 然後再飛西陵 都可以嗎 可以的 成都很棒啊 這裏 到處都很棒的 好的 好 這是什麼 這裏是哪裏的 這個是西陵市區 哇 這麼現代化的 是啊 現在是現代化的 所以你不要想 我還想著青海西陵 原來你只看一個城市來的 真的 現代化都市 好 阿章 這裏是什麼地方 這個塔義寺 就是藏傳佛教六大宗祖寺廟之一 即是它是 因為其實 這裏是在青海嗎 青海來的 那為何它也有藏傳佛教 是啊 因為其實西藏傳進去 其實很多地方 譬如新疆也有 甘肅也有 青海也有 四川也有 雲含也有 你知不知現在這些字 根據我們偉大祖國的宗教政策 它們要開始變成樣子 你怎麼變成樣子 即是不要那麼有民族風味 即是可能 即是搬到一些形狀 像伊斯蘭那些 是的 都是 全部都是 即是不要那麼 即是可能會加些亭台留閣 令到它 有一些 漢風 即是中國特色的竹 即是這樣 你有時候這些 這個就很特別 六角八塔 這個是七角八塔 塔義寺 他是先有塔後有子 他是紀念皇教最有 即是 藏傳佛教影響最大 就是藏傳佛 就是格魯派 就是他的創始人 就是中哈巴大師 他就是紀念 他中哈巴大師 就是在這裏出生的 OK 他有個故事 就是他出生的時候 他一剪池帶的那個位 就立刻起了一棵樹 有一萬個那些樹葉 全部都有一個獅子敲佛像 在裏面的樹葉 所以就是 說他是佛陀的轉世 其中一個化身 哇 那他不是很厲害 我們偉大的金正恩領袖 更厲害 先不要說那些 他這個是皇教的 皇教 皇教就不是本教 不是本教 皇教是最原始 是的 但是這個皇教應該 我所知就是現在 就是藏傳佛教裡面 最興盛的 是啊 OK 反而就是這個 那個什麼大師 中哈巴大師 中哈巴大師 就是紀念他的 是的 好 再去 塔耳寺裡面 有三絕 就是刺繡、碧畫和蘇柔花 這個其實就是唐卡 他們那些刺繡 為什麼一絕呢 去到塔耳寺 一定要看這三樣東西 是因為他會把一些圖案 剪出來 然後呢 就縫在一些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這些 這些唐卡上面 再印 再把那個剪好的公仔 再縫上去 OK 令到它有凹凸 所以 現在看到地毯 這樣而已 其實它是 我們這個叫唐卡 是他們 印很多佛像 其中 很多不同的 藏傳佛教寺廟 都流行 這個叫撒大佛 就是拿它裡面 最大的佛像 那個 在這個撒大佛台 現在你看到它 是有成千人來託 是啊 很大的 它基本上是一些 喇嘛託出來的 OK 這個是唐卡 這個是塔耳寺的 曬大佛 每個寺廟都不同 他們是有個日子 還是經常會曬大佛 還是有個日子 一年一次的 每個寺院都不同 OK 好 還有下一張 這個就是蘇柔花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佛像 放大一點可以 張照片 這個就是 它有很多雕刻 它是用的 其實蘇柔花很難 花就是上面那些叫蘇柔花 對 那些佛像那些都是蘇柔花來的 全部蘇柔花整的 它最特別之處 其實因為蘇柔花 因為預熱就融了 所以其實你放在手上一會就融了 它是很難帶出來 它是有成千多年的文化歷史 這些是用花整嗎 下面那些 它是用蘇柔花 蘇柔花 蘇柔 蘇柔 即黃油 我們叫黃油 黃油真的是什麼油 是不是那些 不知道什麼洋的油 好像是洋油 是的 洋油 來雕刻出來的 雕刻出來的 就是花也是雕刻出來的 葉也是雕刻出來的 是呀 佛像也是雕刻出來的 即是 哇 真的很巧奪天功 很巧奪天功 現場看的 是不是很實正 很美 它簡直有兩個館 放了一些很美的雕刻 在裡面 現在那些師父 那些人專門要學 要學的 他們是一絕 是塔二子的一絕 好 下一張 另外就是壁畫 整個寺廟都很有木塔 一些建築風格 它另外的壁畫 因為它是用很多礦石原料做的 是永久都不掉色的 是很鮮艷 很漂亮 你去到好像在看畫廊 那現在這個就不會是壁畫 這些不是吧 這些不是 這些是雕刻 好 接著這裏就是青海湖 即是去完塔二子 接著沿著那個角度 就是去到下一站 就是青海湖 即是沿著去西藏的 是的 7月呢 全部湖邊都是油彩花 其實西藏有分季節 但這個也是湖 沒有海的 不是海 最大的鹹水湖 全中國最大的鹹水湖 這些花是否可以吃的 油彩花 可以是炸油的 炸油的 是綠綠黃黃一片 青海湖 那些荊花 那些荊花 那些荊花就是寫了很多荊文 上次也有過過 在四川也有這些荊花 有的 因為都是藏人 那些風一吹就好像念了一次荊 嗯 我經常覺得去到這些地方 你這麼殊聖 那些年輕男女的聖慾 就不會這麼高強 可能你也很強 我真的不知道 你去到這些地方 你沒有什麼聖慾 對 適應了就 照樣一樣 你看自己 這個是茶卡鹽湖 鹽湖 鹽湖 上次我們不是有看那個鹽湖 不是這個鹽湖 一樣就是這個鹽湖 這麼大嗎 有四川去到青海都有 不是 一個而已 鹽湖很多地方都有 我上次那個茶卡鹽湖 就是這個 OK 因為它的湖其實差不多乾了 其實它 那些藍鹽 其實它用來去小火車混湿 但是我們在四川看茶卡鹽湖 現在去到青海 這個茶卡鹽湖不是很大嗎 不是 那次看鹽湖 不是在四川 都是這個茶卡鹽湖 OK 那為什麼你會無緣無故給我們一些青海的東西 我們看 因為那時候 是我 我以前帶團的事物 OK 好 就是 它好像一面鏡一樣 它說一個湖 好像面鏡一樣 不動的 所以不會有紋 所以好像它的導應很厲害 這個也是茶卡鹽湖 是的 那它不是平時 會不會結了鹽湖 會 那為什麼都可以有倒影 結了鹽湖 它其實很透徹的 其實它現在的 它是一些邊皮有鹽 其實它現在都是湖來的 它都是水來的 OK 因為那些水 沒有什麼波蜜 沒有什麼動動 不會一風吹 就像一些漣漪 嘩 我想現場真的漂亮到 你的天有藍 對吧 是啊 特別是 我喜歡去 內蒙 新疆 西藏 青海 那些天 你躺在那裡看 不要說我們 如果當地那些年輕男女 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在這些湖邊奔跑 大家互相追逐 真的忍不住 摸天隻地就搞事了 不 真的 好 這是自然 這是製鹽湖 就是這個小火車 OK 有火車搭的 是搭這個小火車進去的 OK 進西藏的意思 進去這個 驗湖 是進去這個驗湖 OK 好 這是體驗來的 這是哪裏 這條就是108角度 沿途的風景 所以很多人都說 青藏鐵路是很棒 因為你在裏面 可以看到很多景 但是 那這個角度要走多久 駕車 走一整天幾 才能進到西藏 那你坐車那裡 就可以看風景 我以前 中間應該在駝堂土 那裏住一萬二 駝堂土 外面的海拔 four clan seven百幾 ktor整晚睡不著 那這條 Verkehr 我是溫瑩駝 那這條108角度 也是高的 高的 平均都是三千多 四千多 就是上上落落 三千多 四千多 五千多都有 ok 但是周圍就很多雪山 都是108角度 這裏 是一些油木區 柴认木盤地 就是油木區 它那裏 便會進入可可西里 OK 現在這些照片 是 跟住條路走 是呀 好,快點 這裏就是柴鐸木盤地 周圍,除了雪山之外 亦有很多湖泊,有很多森林 不是叫森林,是一些很矮 即是有很多羚羊,野生動物在這生活 但這些地方應該沒有人住 除了久不久,有些在附近做事 有些陣 有些陣 中間會經過有很多陣 但現在拍出來,這裏也是 這些雪山很美 沿途有很多風景 但上面好像是雲還是山,分不到 是雪山,雲霧遮住雪山 好,幸好 這裏呢? 這裏也是,沿途 這裏就是那些蝦牛 這裏就是無雲區裏面看到的景 這裏叫什麼? 無牛 吃不吃得的? 吃得的,西藏吃無牛 OK 經常吃無牛肉乾 這裏就是塔里 格爾木 就是最大的青藏鐵路的車站 也很現代化 這個青藏鐵路就是去撞 在青海入西藏 45個站 就是一條鐵路是那個站 其中一個站 這個是最大的站 我知 它沒有說青藏鐵路 沒有說另外一條支線 在青海再去其他地方 沒有,沒有,它有接駁 不過它叫青藏鐵路就是青海入西藏這條路 OK,那這個就是最大的站 最大的站 裡面有商場有整個似乎 有的,它在2006年才正式通車 其實它1959年開始就已經陸續起了 它裡面的服務員都應該選過了 選過了 好,再去 沿途就是坐這個青藏鐵路的列車 它不是在地下 有些是地的,有些是叫的 它之前面對過凍土問題 有些,因為凍土建不了軌道 它是單軌 所以它是要建在橋上面 OK,好,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嘩,在這裏搭 如果搭火車搭多久? 十幾個小時 即是我們在青藏可以搭鐵路 又可以走角度去都可以 是的 通常我們金團呢? 多數是搭鐵路 都要十幾個小時 是 軟硬硬,什麼都有 它是那些硬座 即是因為你即日到的 是座位 都很辛苦 十幾個小時即日到 所以有些旅行社會 中間在格爾牧師開始搭 OK,好了 這裏呢? 不是,不是,就是剛才看羊 這裏是拿曲草原 這裏就是另外一 因為其實它去到這裏 入到西藏的了 這裏開始就是拿曲草原 有很多羊啊,牛啊,荒木啊 這些就是可以吃的 這些可以吃的 這些可以吃的 烤全羊就吃這些 對,吃這些,OK 很漂亮,很多心能的了 這裏 好,再去 烤全羊你吃過嗎? 吃過,吃過 以前帶著 那些人喜歡吃羊 那些說他在西藏蒙古吃的那些烤全羊 零射不同的 真的好吃很多 是的 因為它有些,有些料啊 所以可以令到那些羊的鬚味呢 是沒有了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是怕鬚味太厲害 就是淋了口而已 喂,你去看這些呢 不是,但是有些人喜歡吃鬚的 是啊 喂,你去看這些呢 有狗有,有沒有狗在那裏看狗 有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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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什麼狗啊? 看狗有的 是,牧羊狗有的 有的 OK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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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你不要搞它 它不會搞你 而且正常我們不會去下去 因為你一走下去 味道,接近它都走下去 不是,你正常人 都不會搞你作傲的 是,很兇的 這裏呢? 這裏就是陀陀河 這裏就是長江的源頭 我們之前去四川看過 雲南也看過 三江並流 去錦沙江 其實陀陀河就是 雪古拉山 就是陀陀河的源頭 因為它裏面有很多冰川 那它的冰川流下來的水 然後匯下來 這裡開始 流到四川 其實這裏都是很多支流 很多東西 白川匯流 是的 白川匯流 這裏就是長江的源頭 OK 青海有黃河的源頭 OK 它那裏慢慢慢慢流 然後就去形成長江的源頭 就是由這裏開始 是 有什麽山脈 唐古拉山 唐古拉山 它是唐古拉山的一個山峰 一堆的雪山 OK 嘩 長江源頭 OK 好,再去 四千七百多的海白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 入到西藏拿曲 一個 雪山部門的 一個 叫做 一個聖湖 那目錯湖 那你們有沒有去 大樂團去到 有沒有去到這裏呢? 有啊,有啊 會入到營上的 嘩,這個湖是很平的 像你所說的 真的沒什麽可以看 背後 整排都是十幾座 二十座雪山山峰的 很漂亮 你對面就是雪山 那這裏是什麽呢? 就是我們站在這裏 山上 這裏是山上 拍下去的 你可以落到湖邊 這裏應該沒有什麽人 沒有人住的 沒有人 它有一些帳篷 有少許藏人在這裏 這裏呢 1800年來其實沒有什麽改變的 可能的樣子 以前來說 我坐幾個小時 就會去到它的完成 要拿曲 OK 它有完成的 它有完成的 那這些湖有沒有魚的? 有魚 有魚的 但是這些藏人都不吃的 不吃魚的 正式西藏人是不吃魚的 那你們漢人 有沒有釣過這些魚上來吃? 在西藏 沒有買這些魚的 有 有 就是藏人不吃 那這些魚是吃什麽魚的? 因為它是鹹水湖 鹹水魚 我知道 有沒有好吃 怎麽吃? 是蒸勾它 即是酒樓做就怎麽做 也有 我也有吃過 即是好像以前 即是廣東吃法 什麽都有 燒也有 藏人就不吃 它用它們當地的做法 多數都是 你去到那些地方吃 當然 那他們是哪些人去捉魚上來? 藏人嗎? 它有些漁民 都是藏人 應該都是藏人 但它們就不吃 OK 好 再去 嘩 這就是它背後的雪山 好 再去 這就是在退縣 五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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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藏人 為什麽周圍 那些是什麽藏 那些藏人 那些藏人 周圍都有 周圍都有 因為他們的藏人是信共祭天然 即是吹一吹就等於唸一片禁咒 唸一片禁咒 好 再去 嘩 這真的 這條雪山很漂亮 是很漂亮 嗯 這裏呢 你如果搭車才可以看到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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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拿曲那個縣出來的一個 一個陣仔 叫紮古陣 一個陣仔 幾仔 很小的人 很小的 那些縣城仔 沒有縣城 可能是一些陣來的 很小的 那裏面最特色呢 就是一些 羊皮船 嗯 牛皮船 船 那些佛 這裏呢 其實這個是 因為它河多嘛 湖多嘛 就是用那些湖 這些船來 用來捕魚 這裏不是船 這裏呢 其實它不是 它通通的 你這裏看到 這裏就是那個船來的 跟著旁邊那條 還有橫橫 那條 是啦 它浪在這裏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要過湖 就用這些船來 是啦 撈魚就是用這些工具 好再去 我們要快 捕魚竹 這是拉薩 是浩大拉公 浩大拉公 是浩大神海拔 三千六百五十米 嗯 嘩 其實它呢 證教合一呢 是 它是 白宮呢 就是他們的 睡覺休息地方 紅宮就是辦事 敬佛的地方 嗯 是 很漂亮 紅宮就是敬佛的 白宮就是休息 黃宮呢 都是擺 黃宮是再高級一點的 就是擺一些 佛 就是他們那些 射利很多 那布達拉公有多少歷史 呢 布達拉公就是 公元七世紀 其實就是 有兩個講法 因為呢 他們從讚光報 就是刑取文成公主 那時候 第一個就是 為了要 令文成公主 住得好些 建一個宮殿 招呼他 這是講法 這是第一個講法 第二個講法 因為他們本身 他們套博是一些 遊牧民族 都是 他們遷了下來 拉薩之後 為了建一個正式的都城 給一個皇宮 而給他們的皇帝 去用的 就是 起碼皇帝也要 不要說真的有牧 好 繼續 裏面是一些景 是的 這樣就撞 布達拉公也要看一天 是的 但是跟團也玩不到一天 看幾個 都起碼看三四 四五個小時就要 因為他去面很大的 有十三層 這些就是那些壁畫 十三層 其實很多佛像 弄得很害怕 其實那些叫護法神 就是為了令到 身邊那些 即是 那些鬼 即是見到害怕 不敢再撞 這些 這麼像天龍八步 那些 分分鐘是 會會是 我會再去 人去擺 狀人正式 就是在達賴 剛才那個就是布達拉公 這個 三位九扣 有些正式的狀人 在四川 那些有些 狀族特別大的日子 在四川 三位九扣 五步三步 這樣扣過來 這個大超寺 就是 他們被證為世界的中心 但是如果由四川這樣扣到來 扣到來 整個月 整個月 真的他們的宗教就是這樣 建成 三位九扣 大超寺旁邊就是八角街 因為大超寺形態就好像八角角 然後他們身邊的街 就是八角角 而開始發展 那些街有沒有東西 即是店鋪賣東西 賣文法杖 賣一些 其實狀人有刀 有些狀刀很漂亮 那現在 其實布達拉公 有沒有現代化的東西 譬如有沒有夾公仔 你要告訴我 不是我不知道 我就是想問一下 我那個年代 我的朋友說 去到卡拉OK 什麼都有 夾公仔 我那個年代是沒有的 十幾年前 好 那這個也是大大洞 那個時候也不明 這個不是這個大超寺 大超寺 已經是大超寺 是的 他因為有十二歲的 釋迦牟尼等身像 所以齊民唐朝 送過去為了 即是聯親 大家聯親 即是你建了這麼漂亮的宮殿 那我送些東西過來 大家一些禮物 那於是擺放了佛電 而出名 這裏呢 大超寺出名的快道 八歲等身像 不是十二歲 八歲 這裏是大超寺外的街道 是的 八角街 好 再去 嘩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沿途經過那些 即是要去後藏 這裏呢 這裏呢 會講 曬大佛 是一個 曬大佛呢 就是我們這樣說 他是農曆 應該是六月的 那 以我們的勢力呢 就是八月頭 嗯 七月尾出發的 團到八月頭 以前就是一連一次的 就是雪頓節呢 就是他們藏族最大 他們叫喝酸奶 即是慶祝 酸奶 你有喝過嗎 有啊 很難喝的 他們用來解酒 OK 所以這裏就是曬佛節前的 這裏就是 余式 六大宗祖寺廟 折胖子 金丹子 扎臣倫布子 另外就是求天塔爾子 還有拉布寧子 六個子 就是那六個子了 這個就是曬大佛 以前的活動呢 只會曬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其實他最後的儀式 他有很多跳舞 很多活動 請神 很多活動 曬大佛就是最後的活動 然後一個小時就會拿走 但是現在呢 曬一天的了 曬大佛有沒有說 要越大張越厲害 都不是的 沒有的 他整個山的 就是他們曬大佛 但是很有趣的 我去過幾年的 因為不是每次都帶得到 很特別的節日 每次呢 有說下雨呢 前下雨 曬過黑亭雨 曬完又下雨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是呀 真的很神奇 是呀 他們有些漁慶 就是有些 跳舞啦 歌舞啦 西藏人是不是唱歌都厲害的 厲害的 因為現在好像大陸 有幾個紅的人 都是西藏歌手 是呀 哇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聖門 西藏有三大聖門 剛才就是藍木錯 這個叫楊卓翁門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馬旁翁錯 我們去過西藏油團 通常有幾天的 如果是嗎 12到15天 要玩那麼久 基本上都會看到這些 剛才我們這些地方 是呀 後再去去快點 這個也是啊 這個都是由卓翁門 這個也是啊 哇 真的漂亮 原土很漂亮 在楊卓翁門旁 七月呢 都是很多油菜花 這些油菜花 是的 我看的樣子 都像椰菜花 我們炸油 西藏菜花 西藏菜花 野香花 我們炸油 還有拍照很漂亮 在湖邊很漂亮 即是一些菜油 是的 炸一些菜油 還有他們會炒菜的 食用都是吃它的 好 這裡呢 這裡沿途經過 其實這個是 有這麼下方的雲味 是啊 你在山上呢 你會經過 這裡呢 就是進去珠峰大本營 Base Camp那裏呢 會經過 這裡一排 又是有十幾二十座雪峰 六千多到七千多海拔 那些雪峰 所以人真的一條路回鄉政 這些東西 接著 就看到整排的雪山 哦 喂 那如果我不想回大陸 想去看這些雪山呢 我在印度那邊過就可以了 都可以的 嗯 但是印度就是 赫習米爾 另外一堆的雪山 因為這個雪山其實 赫習米爾那邊 就應該是屬於 巴基蘭坦那邊的赫習米爾 還是印度那邊的赫習米爾 兩邊都是 都可以去到 但是這個珠穆朗馬峰 我們叫它做阿菲爾士峰 那也叫做姓武峰 聽不同的說法 它是全世界最高 884.44米的海拔 那麼它長年 這裡就是經過很漂亮的公路 在上面拍到下面 你經過的公路 就是珠峰上面拍下來 不是不是 是你去珠峰 毛中經 定日元之前會經過 哇 要找什麼秋名三車 神聖亞店 這個 好 這個就是珠峰大本營 看著那個就是珠穆朗馬峰 那珠峰大本營也高了嗎 起碼三車先 五千多米 去到這裏 那裏 這是第一個登珠峰營地 其實很少會在 因為在西藏登珠峰是很陡峭的 因為其實珠峰的山脈 是横圈在尼泊爾和西藏的 所以很多登珠峰爬山的人 多數都是尼泊爾 去那邊沒有那麼陡峭 這是日照金山 即日出 就是要去密的 所以是森林寫石 沒有雪 這就是大本營 如果去不到頂 如果在西藏這邊 可能去到一段路 就要回頭 這就是他們見的第一個營地 但那些人通常 認為什麼要珍濡珠峰 很多時候在瑞士那邊 從歐洲那邊 瑞士? 不,是另外的雪山 那個亞伊比斯山 這個呢 是喜马拉雅山 就是尼泊尔那边 尼泊尔和西藏 这个呢 这个是中间回来的河流 这个叫雅鲁藏宝江 雅鲁藏宝江 是西藏最大的河流汁 好像有些屋子很漂亮 因为东部是江南 西藏的东部 林芝那边有很多森林 很多种植田和稻米都在那里 土地的问题 这条就是雅鲁藏宝江 其实是横跨前后撞 可以这么说 雅鲁藏宝江的上游 就是拉撒 下游就是泽尘铃报纸 就是日赫側 日赫側就是班禅的政权 而拉撒就是达赖的政权 他们分了两个领袖 很漂亮 原头 这里就是泽尘铃报纸 就是后撞 都是很多 因为他还有传统的藏族风格 因为中哈巴大师 但是这个 这个子是持过西藏的子很久 因为他那个徒弟 中哈巴大师其中一个徒弟 他是后葬 中哈巴大师的佛法传来后葬的第一人 然后就是用了很多乡身父老 很多村民给了钱 最初他建了佛像 但佛像没有地方供奉 于是就建了一个很大的寺庙 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前葬后葬 再建好这个 他最巅峰的时候 有五千个喇嘛 就是跟着那个 又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字 扎尘铃报纸里面 就是他最巅峰的时候 是有五千个喇嘛 是跟着那个领袖去到学佛的 大家看到这些什么护国利民 就是 这里呢 这里都是里面的佛像来的 骨灰暗 其实很多不同的佛像 是摄利子来的 不是摄利子来的 是佛像来的 世尊的佛像 很多地方摆的 好 上去 这个呢 就是拉撒尔现在的街景来的 现在的 即是回到来 即是 都近这一两年 其实都很 应该有卡拉OK的 这些 有卡拉OK的 西藏那个年代 都有卡拉OK的 这里是山上 旺城的拉撒尔 我相信是没有地铁的吧 夜景也挺漂亮的 我以前 下面是布达拉公 我以前 即是直望那里 最终中突起 因为他在山上 有布达拉公 山上起的 现在最高那里 就是布达拉公 最高那里是布达拉公 最后面那里是哪里 那里 那些可能是办公楼 他起了很多新楼 这个应该是紧的 但他们的楼不是很高 都是十个楼 八楼 都不是的 慢慢会起上去 是 我再去 哇 这个地方很漂亮 好啦 那我们暂时 我们就去过 三个地方 时间也差不多 那我们下次去哪里呢 Retal 我正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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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另外三条 入藏路 或是 不好意思 我介绍一下 这几个地方 都是因为 適合这个时间的季节 我尽量 不想 现在说 比如说秋色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马上做完节目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不如 真的做这个 对 好多人都叫你会早的啦 但是 你第一 对 你就要先拿回一阵 还有 几个月 但是 我来都听了几次 但是 你跟着 去的时候 十几天很远 那不是有些 短一点的嘛 我最想 我本身呢 疫情过后 开封之后 我很想去黄山 黄山 黄山很漂亮 黄山不是华山 我们走 是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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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天下第一险 黄山就很漂亮 那些石的那些 因为 它是本身海底 和张一介一样 很漂亮的那些山峰 但是黄山 不需要行什么暴道 什么 没有那么麻烦的 但它有个天都风 也是很 刺如跄 很险的 但是 就没有华山那些 那么险要 黄山要走 多少天呢 5天 5日就玩了 山上住两夜 前後山都看完 這個是很棒的 OK 第1st thing 先拿回回家卡 但是我下次不會講這個 下次當然是講新疆 新疆 OK 可不可以download新疆的女兒 好 今天要做完純熟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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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明天再見 多謝你剛才下落 再見